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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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开始继续上一次的课 我们已经讲到了黑格尔哲学 黑格尔哲学他是德国古典维兴主义的总结者 以及开拓者 说他总结呢 就是德国古典维兴主义到他这里达到顶峰 说他是开拓者呢 那就是他后来的这些继承者和批判者都结出了封锁成果 对于我们这些课来说 黑格尔哲学应该是最后一个重头 当然黑格尔哲学以后还有青年黑格尔派 以及菲尔巴哈 那个相比较而言呢 就是没有那么多内容了 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了德国古典维兴主义的这个总结和开拓 然后呢 首先是他的理论来源 批判和继承 并且呢 首先谈到了他对于康德哲学的批判和继承 那么今天我们开始来讲的就是他对于费希特的批判和继承 费希特哲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梯 黑格尔对德国维兴主义 德国古典维兴主义进行了系列的考察 他是总结性的 或者说极大层的 那么他对他的前人前辈们都有一些 这个详细的这个批判 那么对于费希特 他进行了他自己的评价 他对费希特的最重要的一个推崇 就是说费希特第一个推演了范畴 康德的范畴表是一个禁止的结构 虽然里面有一些动态 但是大体框架呢 还是禁止的 那么费希特呢 第一个把范畴一个从另外一个里面推出来 使他呈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这个是他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他揭示了概念本身 具有一种能动性和发展的规律性 一个概念到另外一个概念之间的发展 它是怎么发展出来的 不是说人为的把它排在那个位置上面 和另外一个范畴相并列 费希特不是这样做的 而是揭示了范畴本身有一种能动性 他必然会要向下一个范畴推进 这是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里面呢 这个大力吸收了点 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是这些范畴的一种自我推进 这些范畴抽象的提出来 它就是一个概念 但是你仔细的去考察它的内容 你就会发现在这个概念里面 有非常丰富的内涵 有能动性 有生命的活力 你要真正的理解这个抽象的概念 把它做一个具体的理解 你就会发现它是动的 它是动态的 它的概念是向下一个概念移动的 它不是固守在它自身的抽象的水平上面 所以它推演了范畴 但是它对黑格尔对费希特的批判呢 也就是集中在它的出发点上 黑格尔的出发点 自我等于自我 自我设定自我 那么黑格尔认为呢 这个是太主观了 它是一种主观经验的自我 费希特从他自己的自我出发 从经验的东西怎么能够出发呢 一个哲学的体系 不可能从自己的经验的自我出发 而费希特的非我呢 又带有物质体的残余 它这两个概念呢 这两个最重要的概念呢 没有打通 没有打通 自我设定非我 那么设定这个非我是在我之外啊 既然是非我嘛 它就不是我了 它就不是我了 那么他必须要另外设定一个绝对自我 那就是上帝 来规定自我和非我之间的关系 这还是笛卡尔的基本模式 笛卡尔从我思过我在 这样一个经验的出发点出发 发现他自己的存在 然后又发现外部世界的存在 那么如何能够保证这两者的统一呢 就设定一个上帝 这还是一种传统的 从笛卡尔以来的一种旧模式 这个不解决问题 当然这一点 谢灵已经做了批评 就是说费希特的主观维性主义 不足以成为哲学的一个基础 那么菲格尔在这点上呢 进一步批评了费希特 那么我们看看他对于谢灵的 一种批判的超越 谢灵哲学 在最初的时候 黑格尔是认同的 最初黑格尔和谢灵是好朋友们 他们的观点也非常的洁净 非常的洁净 但是走到后来呢 他就发现不能认同了 就谢灵的这种绝对无差别的同一性 在黑格尔看来呢是无法理解 谢灵当然很有才气 他认为从这个无差别的同一性里面 凭借于一种灵光闪耀 这个客观精神本身的那种内在的本能 那种神秘主义的那种灵感 就可以产生出一切差异出来 但是黑格尔呢 他跟谢灵不同 他没有谢灵那么样丰富的诗意 黑格尔比较逻辑 我们前面讲 黑格尔他的一生比较平庸 最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平庸的 他是一个庸人 黑格尔是一个庸人 他每天记账 记得想想细细的 今天买了几斤小菜 这个 明天买了几块面包 没比他的记下来 所以他的脑子呢 比较逻辑化 但是逻辑化有他的好处呢 就是说他认为谢灵的这种神秘主义呢 没有说清楚 你搞一个哲学体系 你总得把你的道理讲清楚啊 你靠神秘主义 那谁都可以讲神秘主义 为什么你谢灵讲的神秘主义就特别高呢 所以他认为绝对同意呢 当然是应该的 但是不可能是绝对无差别的同意 否则你怎么能从这个绝对同意里面发展出世界 所以黑格尔坚持 要有理性 要有逻辑 你既然搞哲学 你要把你的书给别人看 那你就要讲究逻辑 你不能说我讲到这个地方不能讲了 你们自己去体会吧 那个你就说明你这个体系 这个哲学不成功嘛 你没有讲出来嘛 哲学就是要讲出来 新闻上学的体系就是要摆出来 清清楚楚 所以他坚持要有逻辑 但是这个逻辑呢 又不能够是形式逻辑 按照以往的维理论呢 就是用形式逻辑来建构一个哲学体系 这个早就被康德所批判了 那么黑格尔认为呢 也是这样的 他所讲的逻辑不能是形式逻辑 也不能是数学的逻辑 像谢林讲的那种因次 从斯宾诺沙的几何学方式那里 吸收过来的那样一种数学方法 黑格尔认为也不可能 而只能是辩证逻辑 辩证逻辑 那就应该是历史的 辩证逻辑是历史的 而且是历史的本体论 是讲存在的 它不仅仅是一种逻辑形式 这个抽象的逻辑构架 或者是数学的计算 而应该是历史的 这是他对谢林的一个超越 所以我们在谢林那里 虽然看到到处都有天才的闪光 但是看不到明确的逻辑 当然他也有逻辑层次 也有逻辑思维 但是没有把它变成一种 辩证逻辑 除了对德国古典维新主义 这几个代表人物的批判以外 黑格尔的哲学 他还有古代思想的渊源 他对整个哲学史 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这个是他的前任都没有做过的 可以说黑格尔是第一个 对于全部西方哲学史 进行了一种哲学的系统的考察的哲学家 哲学史 当然在当时也有一些讲哲学史的 就是把那些史料收集起来 哲学史上有多少哲学家 他们提出了一些什么观点 写了一些什么书 说了一些什么话 汇集起来 编成一本书叫做哲学史 黑格尔在写他的哲学史的时候 也利用了这些材料 但是他认为这些东西都不能够 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史 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史是发展出来的 不是堆积出来的 应该有一个自身的发展 而且他跟哲学家的哲学观点是密切相连的 所以黑格尔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尝试 就是把哲学看作哲学史 把哲学史看作是哲学 哲学跟哲学史是统一的 因此他对于古代的哲学家们 都做了一种他自己的理解和吸收 这些哲学家包括 比如说古希腊的荷拉克利特 荷拉克利特的罗格斯和火的命题 黑格尔讲 没有一个荷拉克利特的命题 荷拉克利特的命题 没有被我吸收进来 所有的荷拉克利特的命题 都被他吸收进来 但是进行了深入的惨法 荷拉克利特就是那一句真言 简简单单 神神秘秘 但是在黑格尔那里做了清晰的惨法 再一个像阿勒克萨格拉的路斯 荷拉克利特的罗格斯和阿勒克萨格拉的路斯 这是两个最重要的概念 这两个概念在希腊文里面 虽然不同 罗格斯是说话的意思 路斯是心灵的意思 灵魂的意思 但是这两个概念在西方 以及在中国都把它翻译成理性 所以我曾经讲过 理性在西方有两个 有双重含义 一个是罗格斯的理性 就是逻辑理性 注重话语的规范 语法 不矛盾率 理性的分析 逻辑的分析 这是理性的一个重要的含义 另外一个就是路斯 路斯什么意思呢 阿勒克萨格拉的路斯 我们学过西方哲学史 我们都知道 它是超越于宇宙之外的 一种能动的精神 它推动整个宇宙 安排整个宇宙 所以路斯的基本含义 就是超世界 超感性的一种能动性 你要超越这个感性世界 你就必须要跳出去 就要有动力 就要有能动性 就要跳出事情去看事情 跳出这个世界来看世界 那就必须要有一种上升 一种提升 所以理性比感性高 就在这里 它是能动的 感性是被动的 路斯这个概念也是很重要的 在黑格尔那里呢 也是充分利用了 这样一层含义 就是凡是概念 凡是罗格斯 都是能动的 这两方面 这方面两方面结合起来 构成了西方的理性概念 也构成了黑格尔的理性概念 当然黑格尔的理性概念 有很丰富的含义 我们下面还要谈到的 但基本上就是这两方面的含义 一个是 罗格斯的规范 理性你要讲章法 你不能乱来 你不能道赢为果 你不能治下矛盾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理性不是你随便被动的 就可以达到的 你必须要发挥你的能动性 章法也好 规范也好 逻辑也好 都必须要花大力气 你才能建立得起来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要超越感性世界 超厌的理性 超厌的理性 理性本身 它构成一个超越感性世界的王国 像柏拉图所讲的理念世界 它超越感性世界 它是单独的一个概念的王国 那么这个王国只有通过路死精神 才能够跳出去 才能够跳到那个层面上 当然还有 比如说巴蒙尼德和执诺的辩证法 包括自主派的辩证法 他们讲嘴巴皮 耍了耍去 一般人认为他们是诡辩 但是黑格尔从里面看出来 他讲的有道理 任何一个命题 都可以给他找到一个反命题 这看起来是诡辩 其实恰好说明 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 而在相对里面 不仅仅包含消极的后果 而且包含积极的后果 应该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 这种消极的现象 正因为包含反命题 所以有冲突 有冲突 所以才有运动和发展 这是埃利亚派和制者派的辩证法 在他那里有很多的发展 再就是苏格拉底和布拉图的理念论 理念论也是包含有辩证法 苏格拉底的辩证法 概念之间如何推移 如何走向反面 苏格拉底跟人家辩论 在这边 请不吝点赞 排队 保证法 扮 颇